台中市水南经贸园区过去标授配余地是创下了纪录 但园区最重要的地标建筑台湾智慧营运塔 何时要动工兴建却还是遥遥无奇 市政总咨询当中有多位的民进党籍议员 就批评卢市长上阵三年多 台湾智慧营运塔的整体规划仍然空转 而市长卢轩恩回敬 两位前市长的规划方向是既然相反的 目前的大方向是各取所长来推动台湾智慧营运塔 并且要改为BOT的方向进行 也正向中将来申请可行性评估中 水南经贸园区是台中重要的钻石宝地 而园区内最重要的建筑台湾智慧营运塔 前台中市长胡志强规划的地标台湾塔 被前市长林佳龙变更为智慧营运中心 在市政总咨询中 多位民进党籍议员批评卢秀燕市长上任三年多 台湾智慧营运塔的整体规划仍然空转 三年不晓得台中市政府到底在做什么 那市长上任后 其实就暂停跟智慧营运中心的旅约 当时就已经讲要重新定位 你108年上任就这样讲了 怎么做了两年半快三年你到现在还在说要重新定位 那这三年等于是空转了嘛 议员表示卢市长上任后宣布重新定位为台湾智慧营运塔 就立刻暂停智慧营运中心的旅约 要重练所谓的台湾智慧营运塔 整个运算剩不到75亿元 加上10年前通过的预算 以现在的物价根本不可能盖得成整个工程遥遥无奇 那这么大的重大建设近百亿的建设 那如果你要把它合而为一的话 那真的是另起炉灶 那包括它的这个两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图啊 那所以那它功能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当然如果大家同意 两位市长各有巧妙之处 议会不要再引起争议 外界不要再争议 到底支持哪一边 那如果大家同意把它两个功能 那我们就要 所以卢市长你的意思是 现在要重新 做可行性评估 是 还在做可行性评估 市长陆孝燕表示 因为台湾智慧营运塔的各方意见不同 而且工程太大 争议也大 而且要做得好 必须要慎重 目前的大方向是各取所长 推动台湾智慧营运塔 改为BOT的方向进行 也正在向中央申请可行性评估当中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